女司机也太猛了 后雷达不工作还在那加油使劲倒 保险杠子撞烂 赔了千八块钱 现在的雷达模块这么多线 搞不懂啊这玩意儿 昨天晚上我在那外面等你都没过来呢 等我干啊 你说干嘛 你说干嘛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嗯 今天把这个过程搞定 今天绝对 今天你不管说什么 我都不会搞这个雷达电路的 知道吗 今天就磨过嘴皮都不行 知道吗 这一天天的我跟你讲 哎别走别走跟你说明明 来来来来 来明明 你说 这车就是那个米基斯的车 你少来没一套知道吗 真的 我告诉你 嗯 一起研究电路是可以研究的 知道吗 咱们人嘛那不能光柜的赚钱嘛 对不对 你来来来 这个电路就可以给你研究 一起研究一下 说话算数吧 啊算数算数 首先呢 你要修道尔雷达 必须把道尔雷达的这几个一线弄明白 我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 他的工作原理好不好 好 首先呢这个道尔雷达想要工作 必须得有供电和搭铁 就是供电 就是搭铁 有了供电搭铁 都是雷达模块层的工作 之后呢 咱们需要量一下 另外这两组 这两组是咱们的双脚线 通讯线 一个是看高 一个是看低 看到没有 一个是2.69 对 看高 对 另外一个一线 是咱们的2.36 看高看低 相加约等于5V 嗯 只能说约等于5V 只能说这个电压没有问题 知道吧 那之后呢还有两个一线呢 这两根线咱们的风铭器 是吧 滴滴滴 你倒车喇叭嘛 滴滴滴响是吧 对 有了它之后呢 把这个插头插上去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插头拔掉 这个插头上面有6根线 6根线 咱们的道尔雷达有4路 1路道尔雷达 2路3路4路 那这个道尔雷达呢 它有4路信号 那得有供电啊 所以说它4路每一个道尔雷达 共用一个搭铁 共用一个电源 而这个供电搭铁从模块来的 模块如果没有给电源 你就要去找这个插头上面的供电搭铁 如果它上面有模块不出来电 那就证明模块损坏 啊 咱们接下来超上去测一下 拿功率十分测一下啊 一正一副 咱们现在一个表比它一个 看到没有 点亮了没有 哦 就证明这个电源是好的 电源好的信号怎么判断呢 这个信号的话 它4个电压是一样的 咱们现在万一表打在电压打上面 打电压打上面 基本上带10伏11伏的电压 看到没有 10伏的电压 10伏的电压都要一样 不一样就有问题了 两路你看第二路 第三路没有电看到没有 第三路有问题了 第四路 第四路有电 看到没有 就那个线有问题 对这个线有问题 如果你要看到时候雷达 哪个灵敏度怎么样 或者到时候雷达的一个精准度怎么样 那你要干嘛呢 咱们要进入通道号读数据流 点开二通道号五通道 二通道是挂档位信号 你没有档位信号 那也是不行的 它雷达用不了 挂档挂下档 你看到没有 挂档了之后呢 哦 来了 它通过看线就过来了 是 知道吗 之后呢 这是什么呢 左后传扬器 左后中央传扬器 这四个雷达 嗯 现在你是属于保护状态 它现在 你看咱们站在那是没反应 因为那条电路有问题 把那条电路搞好这个就好了 知道吗 如果它的精密度达不到的话 怎么搞呢 就是我现在是225 对不对 你现在把手往雷达这边放放放放放 它越来越小越来小 如果你每一个雷达你放的时候 它发现没反应 或者变化的很小 雷达精密度不够 雷达坏了 更换雷达就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这样啊 对 那你怎么知道呢 给自己搞一个这个资料库 修车神器 知道吗 这里面有很多电路图 很多资料 什么真找图新能源资料 正式资料都有的 我搞了要收费的吗 我靠我都我都花钱的 那人家不吃饭啊 你用一年你才花多点钱啊 啊 是不是 今天说话算数吧 算算 今天肯定算 把电路搞完了咱们就走 好好好 行 我先搞 哪 哪 哪一号局是啊 就那个38号 你净扯38号 把小冬门腰都踩断了 你都一天光坑我 下次有电路故障 你不要叫我了 你昨天给你搞了一个 你有你每次老坑我 哎呀 我跟你不玩了